这真的是系客远给你的 是 那他人呢 他交给我信以后 并不知去向了 荒唐 依朕看来 这应该又是你们 想救花满天的计策吧 回父皇 我们虽然救人心切 却也不敢有任何非分之举 不过女儿真的认为 谢客远信中所写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想知道花满天 是不是萧家的后代 只要让他和花振昆 滴血认亲即可 若花满天 真的是花家的人 也正好避免了一起冤案 减少了朝廷的损失啊 若花满天 是萧家的人 那么女儿保证 以后 再也不会为他求情了 那好 朕就再依你一回 朕看在你们花家 世代忠臣 历代清廉 以及过往功劳的份上 就再给你们父子 一次洗脱无名的机会 一会儿 朕给你们滴血认亲 要是你们的血 能融在一起 那就证明 你们是亲生父子 那萧氏遗孤的无名 就可以洗清 可要是血不融在一起 那就羞怪朕 翻脸无情 来人 在 给华振昆海花满天取血 是 皇上 臣认为 再无滴血 燕青的必要 这之为何 这可是你能活下来的 最后机会 皇上 萧氏遗孤 就是臣 别无他人 臣愿意承担 一切责任 天儿 爹 天儿感谢您 多年的养育之恩 虽然我是萧家的骨肉 但我自想 在花家长大 早已跟花家 同根同缘 血脉相裂 花家的恩德 来生再患 燕儿 是为父对不起你啊 皇上 萧氏遗孤 就是臣 别无他人 也无须再查 皇上 萧氏遗孤 皇上怎么惩罚 我绝无二话 只求皇上 对花尚书 以及花家 枉开一面 花尚书 也是念在当年 与萧将军的结义之情 才会收养臣 而酿下大错 请皇上 看在花尚书 为官多年 对朝廷忠心耿耿的份上 饶他一命 臣 愿立刻赴死谢罪 天儿 好一个花满天哪 可是萧氏一案 牵涉甚广 朕不能草率行尸 就算你想死 朕也要让你死个明白 来啊 给花满天驱邪 花将军 皇上 皇上 萧氏一案 当年举国震经 差点动摇国本 为了我朝的安宁 臣求皇上 别再追查此案 就让此案 以臣的死 来作为了结 天儿 皇上 萧氏一顾 就是臣 绝无他人 开始低血验亲 皇上 臣就是萧氏一顾 启禀皇上 他们的血 融在一起了 好你可花满天啊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萧氏遗孤 可结果呢 啊 你差点让朕误杀你背上一桌 决案 还有你 华正坤 朕要是不重罚你 难消心头之害 请皇上息怒 臣知罪 皇上 爹有他的苦衷 请皇上恕罪 将冬案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 你们俩的确是亲生父子 那萧氏遗孤的无名 也就洗清了 可是你们两个 单敢欺骗朕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所以朕 现在就罚你们两个 各将官职一级 免去俸禄三年 小逞大戒 你们可认罚 臣领罚 谢朱龙恩 谢朱龙恩 回去 好好面壁思过去吧 Against 你怎么能锁点 身体 好 儿子不孝 让母亲担心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快起来 快起来 正所谓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以后我们花家会越来越顺 越来越好 这次咱们花家能够逢兄化吉 多亏了谢家的侍职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他 他人呢 谢大哥在信里 除了提及到了滴血艳亲以外 还承认了自己 就是萧家的后人 他说 以后他就要用这个身份 去浪迹天涯了 永远都不会回到神经城了 千许 儿妹 你们先别太着急 谢兄这个话 是说给皇上听的 至于具体如何 等我联系上了谢兄 商议之后再做决定吧 请 皇兄 见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谢兄 你不是萧家的后人 为何要认下呢 不管我是不是 这世上总要有人事 那就让我示好了 华兄 之后我会以 萧氏后人的身份行事 吸引皇上 和司马父子的注意 为你们扳倒司马父子 拖延时间 谢兄 这件事情 华兄不必多言 就这么定了 千寻就拜托你了 还有 替我跟二小姐说 抱歉 此地不宜久留 我先走了 大家不要难过 既然这是大哥的决定 我一定支持他 大哥说得对 距离我们扳倒司马父子的日子 不远了 说不定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韩雄 没事的 谢大哥曾经跟我说过 离别 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这次不仅没能杀得了花满天 又逃了谢可元 盗嘴的鸭子都飞掉了 皇上已经发怒了 现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杀掉谢可元 难道 真的老天要绝我吗 父亲莫说丧气的话 我们还没有说 谢可元这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且看您儿子的 见过大少爷 你是哪一房的 看你非常地面生 回大少爷 我是丞相府上的下人 我们少爷特地派我来伺候少夫人的 我初来府上不熟 刚刚 刚刚又迷了路 竟找不到少夫人的院子了 你少夫人的房 在那边 是 是 是我糊涂了 少爷要没什么 下去 是 看看 这些司马家的苍蝇太可恶了 哪儿哪儿都是他们 来看看吧 客官 看风 取消今日的行程 回去 大少爷 咱们还是应该想个法子 把这些苍蝇拍顶 不然 恐怕附上有五名热 鲜花 看鲜花嘞 这些天 花满天的手下 相继购买了西域千里马一匹 马邓 马鞍各一副 又从黑市换来来 二十根没有标号的金条 他们这是要送谢可元走啊 密切监视花满天 和他亲信的一举一动 这次一定要杀了谢可元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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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